希望我们全体成员能够以病人为中心 来建构一个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的医疗体系 他就是流性妇产科免疫行医 超过20年专制不孕症 也受到很多病患信赖 但已婚有小孩的他私生活 却和女病患扯出婚外情 之后还闹上法院 被重判150万元赔偿金 听病人的需求 根据病人的需求来设定完好的 最美好的一个治疗 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经验 根据了解明和40岁的个性女子 爆出婚外情 两人还都是已婚关系 却产下一名男婴 对方还跑到住家抢原配 要求共享丈夫 有些癌症他是需要把阴道 子宫颈阴道甚至整个都要拿掉 当年2001年 刘信医是一头黑发 在病房内阐述医学专业 没想到时隔不到两年的时间 却被爆除和女病患在医院发生不伦练 刘医师在2003年 和歌姓女子相识 在2011年两人产下一名男婴 去年11月被重判 有期徒刑6个月 而今年最新民事判决出炉 刘信医师必须赔偿 女方丈夫150万元 精神赔偿金 最新判决出炉后 院方竟然表示没有收到判决书 目前并不会对刘信医师做任何处分 而需不需留的问题 院方也不愿多做回应 借林中正宋湘霖 桃园报道